修改選舉制度之後,首場選委會選舉明天舉行 40個界別分組只有13個有競爭 而選民基礎亦都大感,只有4800多人合資格去投票 一路好聽說 新制度的選舉委員會由1200席增加到1500席 40個界別分組當中,27組的結果一共1084席已經塵埃落定 因為他們都是當然委員或者自動當選 又或者由指定團體提名 剩下13組有364席要在星期日投票決定 包括新增的港九新界分區委員會、滅罪會和防火會委員代表 競爭最激烈的是社會福利界,23個候選人欠12席 其次是醫學及衛生服務界,24人欠14席 六個分組在今次選舉只需要淘汰一個候選人 例如教育界14個人欠13席 金融服務界17個人欠16席 選民基賽都大幅減少 以法律界為例,上屆有6700多個個人選民 改制之後,剩下30個團體合資格投票 法律界16人欠15席 在全票制下,選民要投選其中15個人 意味著各個候選人的得票可能相當接近 甚至會出現多過一個候選人得票最低要抽籤定勝負 港大數學系跟我們計過 假設選民隨機投票 觸發抽籤機制的機會率大概有1成7 如果真的要抽籤 選舉主任會有10個乒乓球 上面寫有1至10的號碼 放入一個空袋給候選人去抽 假設現在有兩個候選人是同票 他們就需要抽籤 才由第一個候選人去抽 他抽到的號碼是8號 之後就要把球放回袋裡面 給第二個候選人再抽 他抽到的號碼是7號 在這個情況下,抽到較大號碼的候選人就當選了 但如果他們抽到的號碼是一樣的話 就要重新抽籤 選舉結束之後 選委會將會有1448個成員 還有52隻暫時元兇 原因包括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出決 社工註冊局放棄做選委 以及立法會未有齊90個議員等等 由線電視記者劉浩亭報導 並且選委員會或者公務制度 並且選委會將會有確保留 缺乏的候選人 有請問